過敏原新秘境 塵蟎要怎麼殺 在台灣塵蟎的姐妹就有16種 那另外呢 恐怖的也是叫妹都是塵蟎 那個塵蟎其實她很可怕沒錯 還有塵蟎的爪 塵蟎的糞便 目前研究所有全台灣過敏 呼吸到過敏的小孩 90%都是塵蟎過敏 如果你單純其實呼吸到過敏 我幾乎可以篤定你就是塵蟎 小心塵蟎就是女孩子的過敏原 今天晚上8點請你跟我這樣做 這個是原味的Yogurt 你把它放進來 Yogurt 不要看錯 它不是美乃滋喔 Yogurt 對 不是高油脂 稍微把它拌一下 其實這個在國外的話 很多早餐都是這樣吃 先吃吃看啊 好好吃 很簡單 好好吃 好吃耶 好清爽 Yogurt 你如果怕酸的人 剝麵可以加 可是也不要加過多 Yogurt Yogurt 人每次來都跟酸有連 對 像是我做藍莓的那個 那個Pancake也是你在那邊 對耶 對耶 你知道嗎 對耶 你知道嗎 對耶 你知道嗎 酸 好好吃 奇異果有點酸 像這樣 多吃一點好 其實我超喜歡吃酸的 我每次去水果攤 老闆娘都覺得我去軟的 有沒有你去水果攤 老闆娘不是都會先說 我告訴你這個真的很甜 這真的很甜 我就說老闆 我要不點的 我要酸的 然後就會被青 那已經懷孕了 那已經懷孕了 那已經懷孕了多年了 那其實 你看我們為什麼要加 奇異果 芭樂跟蘋果呢 對啊 來喔 這邊有 為什麼 預防聖結石的好食材 第二個就是水果 哦 榴槤可以嗎 榴槤啊 榴槤也是水果 太普了吧 可以適量 也不要過多 對 然後再來 你看 蔬菜也是 剛剛講的愛吃肉比較容易 所以蔬菜其實真的要多吃 然後還有 堅果類要多吃 堅果類 本來我本來打算上面不是放這個 玉米片 對啊可以放一些堅果 本來可以放一些核桃啊 可以放一些這個杏辰片啊 也不錯 再來 我看你還有三個東西 我還可以再吃一口 豆類 其實潘老師 講到那個豆類啊 有些人會覺得說 你剛剛也不是有說那個 該你了我可以吃一口 尿酸結石嗎 那他們尿酸結石 人看到豆類就怕得要死 還能吃豆嗎 對啊就是 有痛風的那一些人啊 就不能吃豆啊 比如說你說豆類不是 現在是這樣 這個觀念要開始改了 真的 就是說呢 現在我們了解到就是說 如果是 動物性的高普林食物 是 絕對不能吃是沒有錯 但是植物性的 普林的食物呢 現在目前已經要洗刷它 就是植物性的普林 其實對於尿酸 痛風的病人 並不是那麼嚴重 對 好來 我們來看最後一個 低子牛奶 低子牛奶 就低子牛奶是已經是 好到不得了了現在 對 這叫當紅炸子雞 還有全骨類食物 全骨類的食物 但是低子牛奶喔 沒有全子牛奶來的香 但是以你來講 你是絕對不能吃全子牛奶 你已經過重了 凡哥這六項 老師他沒有過重 他是因為發片 要配合他的造型跟形象 配合我的歌曲 Happy 吃百里 吃到120公斤 你說這裡面 這六個你執行了幾個 你常吃蔬菜嗎 水果嗎 堅果嗎 豆類嗎 全骨類的食物 蔬菜 水果 豆類 低子牛奶 我都喜歡吃 但是全骨類的食物 跟堅果我比較少吃 我不愛喝 我完全不喝牛奶 怎麼會這樣呢 我不喝牛奶的 我媽說我從小 就不愛喝牛奶 我以前 之前把牛奶當作飲料再喝 人家跟我說 你喝那麼多幹嘛 不行 不能當飲料 就是要改啦 我們推薦吃 但是都要適量吃 都適量吃 以這個低子牛奶來講的話 那是等於兩杯 兩杯的量 對 兩杯的量 那全骨類食物是 我們去買那個 五骨麵包 還是什麼那些有沒有 對啊 裡面就很多了有沒有 對啊 但你不要買到山寨版的 這個全麥麵包就好 那什麼叫山寨版 有啊 之前就有說啊 市面上很多那個 所謂的全麥只是 麵粉加上那個 全麥粉 但它裡面其他東西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對 真正的全麥麵包 你要去看過 它長相跟我們正常的麵包 不一樣 那本來是為什麼這六項 它可以預防腎結石 對 剛剛就是提到就是說 你適量的攝取 鈣質 本身就可以幫助預防結石 對 所以這個鈣要進來的話 你就會看到很多項 跟鈣有關係的 像堅果 像豆類 像顴骨類 像低子牛奶 這都跟鈣有關係 對 那你應該要多攝取水分 那水分不是只是白開水而已 水果也有很高的水分 一般的水果100公克 大概90%都是水 如果你去看它的那個 食物分析表的話 所以因此像水果啦 這個 這個 低子牛奶 這也含有很多的水分在裡面 所以這個 間接也有水 另外呢你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 如果說能夠吃一些 鹼性的食物進來的時候 在尿液裡面呈現 鹼性的尿液的時候 那些草酸跟尿酸的 都容易排進 排出去 所以你要吃鹼性的食物 像蔬菜啦水果啦 這些鹼性 顴骨類這些都是鹼性的食物 所以你會發現就是說 素食者 就是盡量吃素 但我不是說吃那種 很高油脂的那種素 或高鹹 都不算 要很清淡的 這種蔬菜水果的話 等於是高鮮 對 它其實是會降低 節食的機率的 而其實以這種吃法來講 不僅僅是對於 這個所謂的節食會有幫助 其實它對於全身都有幫助 不論對高血壓啦 高血脂啦 糖尿病啦 都很有幫助 對 所以這樣就了解了吧 了解 那剛剛的前菜吃完了 現在是主食了 還有一個大菜要上來 也沒有啦 今天不是大菜 今天是健康食品 可是很好吃 我們今天做的這個 健康上菜 我們做的是野菜炊飯 還是 這個其實在日本料理來講 叫 哪個 其實就是 我們一般其實 我們在煮飯的時候 就是白米飯 那我們其實可以用一個 不同的方法把一些 青菜的部分放到裡面 去一起煮 就很方便 所以吃起來很健康 那那個大陸有菜飯跟 有點類似 可是大陸菜飯比較不一樣 是它是用炒的 用砂鍋 身體還是炒的 香港不是有人家把那個 香腸那個啊 那是包飯 有點類似 可是那兩個難度都過高了 對 那現在今天加入這個 就是你只要在家裡 一定要有電鍋 什麼都可以做 很簡單 那這個是三杯的 米 我們就先把它過濾出來 所以我們也可以 改用糙米 當然沒問題 或紫米飯也可以 只要你喜歡的 都可以放幾塊 你這個米怎麼看起來 有點像糯米 糯米的感覺 沒有 泡過水 對 泡過水 那其實米啊 我們在洗米的時候 洗完之後 泡水這個步驟很重要 因為米其實它是 裡面是乾的 你如果說沒有讓它裡面的水分 完全滲到裡面去 你煮出來的米 不會像那種日本米 半透明這樣 你一定要讓它泡一下 它會不會用半透明的材 那大概要泡多久 泡多久 我會建議啦 這個差不多泡20分鐘左右 那如果說你在 又更要求的話 就是你洗完米 像我這樣洗好了對不對 我放在一個像這種水晶碗裡面 上面蓋一塊濕的紙巾或是布 放一個鐘頭 就像我們醒麵那樣子給它 那樣子的話 你到煮出來你可以對 對 好 那我們其實就是把 其他料稍微 稍微切一切 好料喔 爆豆皮 對 豆皮 生豆皮 其實這道菜很簡單 而且很適合一個人 或是兩個人的這種小家庭 這個我一定會做 因為假如要切切切切 要把它放進去就好 沒錯 就是這麼簡單 對 然後又健康 這適合一個人 對 我一個人 適合兩個人 還有男朋友兩個人 好 那這邊有柴魚湯 柴魚 柴魚湯 柴魚湯 那你可以看它裡面 電鍋裡面其實都有刻痕 你放了三杯 你就放三杯一下 三杯的刻痕一下就好 對 如果不夠的話 你可以補水都沒有關係 就補到它山的部分 如果沒有柴魚湯 可以改用那種罐頭的雞湯嗎 什麼大師 我建議如果說沒有柴魚湯 你就不要加這些湯 你可以只用水就好 可是你裡面可以放什麼 可以放雞肉 雞肉 可以放豬肉放進去 它裡面可能就 就會有一高湯的樣子 那你切好的東西 就只要往裡面丟就好 對 椰菜炊飯的料理已經夠豐富了 來賓們還一想貼開想加料 但是在日本他們還有這個飯 做好之後就放什麼 放龜軟的上去 或是放蝦軟的上去 為什麼不能這麼奢侈 我們在講聖結石 不要吃得這麼多 好啊 這做法超簡單的椰菜炊飯 究竟吃起來如何咧 好香喔 大口大口的 好香 它比炒飯還香耶 而且那鹹度剛剛好 這相對比炒飯健康多 對 稍待片刻實在有健康 帶你吃出好健康